手在第三位 但是他的圈速 最近這個圈速比梁林傑快了一點 李慈君 點一點 黎智記有時發覺他們的車手 做的時間都相差這麼遠 3分01秒都可以做到 但是有時又做到3分07 3分08 差這麼遠的時間 我們很多車手經常說 那個昆速昆速 其實有很多人就說 在這麼多年過去比賽 有些人說駕駛3分02、03 但是為何他排得很厚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不可以保持著 每一個圈都在1秒內的時間範圍裡面 有時他有跑一個圈是3分07 一個圈是3分01 變成拉圈 其實他也是跑3分04、3分05 其實這個情況 在一些新手裡面 是比較常出現的 在隔欄披置的電單車裡面 也很少的 他們每一個圈 只是在一個秒數裡面的範圍而已 就是水準就不是很穩定嗎 對 沒錯 會不會有時… 會不會有時受慢車鎖的 如果在汽車比賽裡面呢 會 汽車一定會有 因為松山跑路特別差 一上到松山 如果前面的車手是比較慢一點 就會影響他的演出 那個時間會慢了 如果好像欣梓祥 這個香港車手的情況 前面就沒有車了 後面距離很遠才會有其他車 他現在的心理會是怎樣的 心理就快點跑完 你真的有經驗 真的… 在很多年前我曾經在新手賽的時候 為何還有那麼多個圈 因為我成為第三 經常都在… 因為後面有車追得我好跳 經常都說為何還不跑完 為何還不跑完 我想他現在的心理應該是一樣的 荔枝傑 記憶所及你 1974年 1973 1973年 1973年跑電單車 1974年獲獎 1974年新手賽獲得第三名 是 接著參加高級電單車賽 我記得試過駕駛SUSUKI 500 排過第一行的 是啊 那你覺得你當年開電單車 和現在這些車手開電單車 有甚麼分別呢 現在電單車很漂亮 還有性能 比我們以前的比賽車更好 這些要多謝科技 現在的車架 用梯殼去做 這樣是很輕很輕 比專業比賽的車架 現在也是差不多 即使用一些賽車的技術 應用在日常的街車的製作方面 沒錯 因為那些250cc級的電單車 在世界各地都會舉行很多類似的比賽 所以他們的250cc的電單車 是去抄襲他們 原本世界賽中的250cc級的廠車 現在欣紫長的58號車依然帶先 而57號梁臨傑就排第二位 和第一位已經有一段距離了 72號的歐志偉 第一位澳門車手的歐志偉 仍然是追得他很緊 相信都不是說沒有機會再進一步 第四位的就是73號的澳門車手 潘尚禮 陳國才的64號車排第五 梁偉堂的67號就排第六 另外一位澳門車手 李廁軍的74號車是排第七位的 還有一位澳門車手 潘尚寫紅是第九位的 77號 吳智謙看到歐志偉一直勾著梁臨傑 好貼 你認為他可不可以在 剩下的四個圈的賽事 可以是過到梁臨傑 論經驗就應該可以 但這輪車兩輛車差不多 林木和他的車都是九零連款 我相信是看術 如果歐志偉來說 經驗方面應該會比27號好些 我也希望他可以追到 老實說 但照他現在的技術發揮 會不會去到這個階段 我估計就應該可以 肯定可以 如果我估計沒有錯 應該兩個圈之後 應該勾著 57號勾得很緊 應該大概八九圈左右 是的 57號的香港車手梁臨傑 目前還是守著第二位 不過他就被澳門車手勾志偉 追得很緊要 現在兩個時間相差是 不夠一秒鐘 現在賽事已經是 進行到第七個圈的賽事 領前的還是這位 香港的車手 打得很順 58號 欣子祥 見到欣子祥 現在放了第二位的車手 有11秒左右 又是一枝獨秀 自己跑了 螢光幕的左下角 是跟他計時 電腦跟他計時 剛剛三分鐘 快到終點線了 到了 慢了 3分07 現在發甲灣有旺旗 有車跌倒了 工作人員推到一邊 看起來應該是香港的車手 羅國泰 工作人員叫車手推到一邊 應該要退出 好了 現在看見 歐志偉 下一個圈 我肯定下一個圈 應該可以夠 可以夠到他 肯定過了他 果然沒錯 歐志偉 在高層的畫面 原來我發覺到 哎呀 慘了 慘了 有兩個車 嚴重失事 有兩個車 嚴重失事 沒錯 在大直路上面 有個車手就躺在這裡 有個不能動的 都幾傷 勉強可以掙扎得到 今天大會出事了王旗 這下那個碰撞也很快 對 是啊 沒錯 東方酒店之後的彎角 有位車手 兩輛車撞在一起 現在號碼我們就看不到 哎呀 這個好像是澳門車手來的 應該是 睡一路馬路 那個打橫 應該是澳門車手來的 剛才在這個位置 香港的車手 曾經是有少少 擺一擺的情況出現 想不到 果然在這裡 就發生了一些意外 好 看看這個是不是失事的慢鏡頭 觀眾留意這條細心地下 沒錯 因為前面有輛車是失事 已經跌了在這裡 看看怎麼撞 啊 已經撞了 會不會彈出來 他有一個跌 他避了那輛車 他自己避下一個零件 是啊 似乎是這個歐志偉 會不會 自己裝在這裡 不會是歐志偉 歐志偉應該是很前 這兩輛車不是互相碰撞的 不是互相碰撞 先是有一輛跌子在這裡 他避免有地下零件 是的 所以撞了那輛 一轉彎就嚇了一跳 看到前面有車 有車和有… 有車手躺在這裡 現在通常這個彎的速度很高 根本這麼短時間 你看不清楚的話就撞下去了 現在賽事會不會停了呢 我們看到大會有紅旗 但是呢 看到現在出事的現場 有很多工作人員在這裡 半邊馬路差不多是 工作人員在這裡 應該是紅旗了 我想 應該是紅旗了 應該是紅旗 對 澳門車手 對 肥婆低 哎呀 看他的傷得很重 那醫生已經幫他落到頸窟了 就防止他的頸 脊椎骨影響到 還有車手呢 就是開頭 跌了車的那個 就坐在地上 反而第一個沒事 第二個就為了… 對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這樣 很可憐 後面沒有車間來 否則更多意外出發生 67號 67號就是其中一輛車來的了 67號是梁偉堂 梁偉堂 梁偉堂 梁偉堂當時的名次 就排第六位 在未發生意外之前 那他似乎是第一個跌的那輛 是不是 應該是 67號第一輛跌 沒錯 應該 澳門車手應該是李次坤 那這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器展 是一個器展 這個… 這個器展是繼一個澳門車手 嚴重失事之後呢 大會才有這個設備的 這個設備呢 是… 鑽石呢 就塗在一個人的身體裡面 就泡氣 就不會影響到他的尾龍骨 整個尾龍骨 整個尾龍骨是不會屈曲的 我看到李次坤呢 這隻手還在動 希望他沒事的 他是有反應的 完全是… 他現在清醒的 很清醒的 左腳有些問題 會不會呢 他拍一拍一下左腳 左腳…他剛才伸過 看見他伸過 可以動 在過往那麼多年 電單車失事 嚴重了 沒錯了 74號 都是… 都是一些… 影響到尾龍骨是最重要的 手腳其實就… 在今天以後沒什麼所謂的 那現在鏡頭的… 右手邊… 左手邊的車手 紅色衣服這位呢 就是香港的車手 梁偉堂 他可以走得… 都沒有上去救護車 他剛才坐在地上 還有… 蹲了一輪 好像挺辛苦的 這樣 拿回頭盔 其實他剛才坐的位置很危險 坐在防救難人那邊 他很危險 如果車衝過來就撞到他那裡 沒辦法了 他… 沒得走了 再看多次了 這個鏡頭… 下滴的時候… 下滴的時候…